好棒 浩查族人哭喊主線公墓的流逝 卻只能站在對面的山頭吶喊 浩查部落因為風災掩埋 公墓又流失 看到無法挽回的情形 浩查族人為了拯救剩餘的幾座墓地 6月27號部落代表來到了屏東縣政府 希望相關單位能夠協助 希望在颱風之前 這一兩天能夠趕快回到我們的公墓 那邊把現有的還沒有被流失的 三十座 二十六到三十座了 這些族人的遺骸 趕快把它處理好 部落族人直接來到屏東縣政府 就是希望政府相關單位 能夠重視浩查部落剩餘的幾座公墓 遷移問題 副縣長鍾嘉賓在與部落代表討論後 也提出了解決的方案 目前屏東縣政府已經馬上聯繫到 最鄰近我們里那里部落的唯一的鄉公所 就是林若鄉公所 他們最近在興建那谷塔 所以他們目前有設有一個臨時的那谷櫃 但願意提供櫃位來安措這些祖林的谷孩 那目前目前就透過包括兩個鄉公所 霧台鄉公所 趕快協調村民辦理起決 那透過檢谷那陸翁 那我們目前屏東縣政府呢 就趕快在社會救助金專戶提出 針對部落族人所提出 還有二十六座墓地代遷移 縣府規劃將二十六座的墓地 遷移至凌落的那谷塔 每一座也提供了三萬元社會救助金專戶 辦理遷移的費用 但是永久屋公墓問題 縣府還是提出 地方鄉公所要提出適合的地點 縣府也才能向中央申請需要增建 或是擴建公墓的經費 記者RI哥社屏東市採訪報導